7月23日,西安市公安局和西安市环境保护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行行高排放老旧汽车的通告征求意见稿,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其中一定从2019年8月1日开始,2008年8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汽油汽车和2013年7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柴油汽车,禁止在西安市三环以内通行,依发诸多质疑生意。 机动车开的10年不能开,西安市环境保护局法宣处工作人员7月25日回应南渡记者,此说法是误读,用年限划分是为方便市民争别,实质是按照排放标准时需时间进行划分,也并未对家用车进行强制报废,而是鼓励公众淘汰。 律师表示,该通告实际上还是利用年限打击私家车,不符合我国法律,针对私家车没有强制报废的规定,何为西安则言现行? 例从明年8月起进去2008年前,车辆进入三环,从西安市环保局公布的关于进行行高排放老旧汽车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到,这则通告是由西安市公安局和环保局共同密定。 通告中提到,为改善西安市环境空气质量,有效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西安市机动车和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有关规定和西安市2018年千万俱门保卫软件工作方案有关要求,警市政府同意,对高排放老旧汽车实施进行管控。 其中规定,高排放老旧汽车包括,2008年8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汽油前燃气汽车和2013年7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柴油汽车,此公告发布至日期。 全天禁止,2013年7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柴油汽车进入我是三环路汗里内通行,自2019年8月1日起,全天禁止高排放老旧汽车进入我是三环路汗里内移远郊区县主城区内通行,自2020年8月1日起,全天禁止高排放老旧汽车在我是行政区域内通行。 此外,通告还对一些特种车辆车辆,不受进行行规定做出说明,此次征求意见稿中进行行车辆有多少。 据西安市环保区统计,西安目前拥有的300多万车辆中,2008年8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汽油天然气汽车约有16.2万辆,占西安市机动车保有量的5.4%。 2013年7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柴油汽车约有11.5万辆,占机动车保有量的3.83%。 环保局表示,进行行这些车厚,据测算可减少大氧化物,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颗粒物的污染物排放,共计6.8万多,机动车开到10年不能开。 环保局,系物读,有年限划分,世卫方便市民诊别7月24月下午,西安市环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关于进线行钢排放老旧汽车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作出说明。 环保局移,老旧汽车的定义是一句的关于商情报送2014年黄标车和老旧车以及原美国炉淘汰进展情况的含中复建黄标车和老旧车定义,该规定中提到,老旧车是指使用时间较长,污染控制水平较差,为达到国家第四阶段排放标准的车辆,我们指的高排放老旧汽车, 是按照排放标准实施时间进行划分的,主要包括国三级以下的财油车和国二级以下的汽油车,现行范围小于国家老旧车范畴,西安市环保局把深处工作人员7月25日下午,回应难度记者称,国家规定2008年8月1日以后,不允许卖国二级以下的汽车,2013年7月1日之后,不卖国三级以下的财油车, 担心公众不明白自己的车的排放标准,有年限划分,是为方便是名争别,可能引起了大家的误读,机动车开的10年不能开, 对于网友提出2020年淘汰2008年的车,2021年就会淘汰2009年的车的说法,该工作人员予以了否定,国三级以下的财油车和国二级以下的汽油车, 这两枚车的好处于2008和2013年的两个时间点,并不是说所有新买的车辆只能在西安市内跑10年或者5年, 法律也没有这方面的支持,符合国三以上排放标准的车,就不在此次进现行政策之内,政策是否为法,环保局,未强制, 报废,故意淘汰律师,利用年限打击私家车公众的质疑,还去教育政策,是否属于对家用车的强制报废, 据悉,自2013年5月1日起,私家车报废年限被取消,只规定最大行驶里程60万公里强制报废, 这意味着,只要车辆满年限,排放合格,以及符合上路条件,便可合法上路,此外,不妨想硬套罩使用清洁能源, 加装能燃油天然气装置的车主表示,如果一年份来进行,车子瞬间没有用武之地,还白搭了当时改装的费用, 这次西安宁出台的界限型政策是否涉嫌违法,是否损害舍主的权益和利益, 对此,上述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此次政策并没有要求强制报废, 而是鼓励大家淘汰,划了一个高污染排放车辆界限型区域,政府对此也将配套出台相应的补借政策, 根据陕西省促进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补助暂性办法, 征求意见稿,西安市环保局目前正在制定西安市高排放老旧汽车淘汰补贴实施契责, 对高排放老旧汽车给予财政补贴,补贴标准和具体要求, 按规定对提前淘汰车主给予政府补贴,鼓励老旧车辆淘汰更新, 西安完整意义上就是三环,实际上还是利用年限打击私家车, 不符合我国法律,针对私家车没有强制报废的规定, 北京市伟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向南都记者表示, 这个规定叫于环保部的规章明显更加严格, 地方法规为公民增设了更多的义务, 西安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进线型高排放汽车的城市, 2017年8月21日,北京市发布关于对部分载货汽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 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通告,自2017年9月21日起, 在六环路还奈设立载货汽车低排放区, 逐步禁止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车通行, 天津市2017年8月30日发布关于对高排放原国一, 国二标准载行汽油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 禁止国二起义下排放标准汽油车工作日, 在外返信以内通行, 目前,西安市政策仍在征求一间阶段, 环保局上述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 公众好的建议,可以反馈到环保局, 之后将会合理采了公众的意见, 出台一个更合理,更规范的政策, 采写,南都记者张亚廷非安的免责声明, 短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